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1月21日 已經是星期二了 跟大家說一些比較有趣的國情新聞 習近平我們就不說了 剛剛回到我們 明天會有一個特輯 就是分析習近平現在 究竟他 是不是真的會全面親美 因為 他如果全面親美 很多政策他要一系列改的 他沒有可能改不改 不然 就白費了他去跪拜登的一番苦心 明天大家就留意了 這節想跟大家說一下央視 原來央視 最近 有很多比較知名的女主持 相繼離職 淡出這個 大家人們的視線 而這些主持人之中 有些已經在央視 做了差不多十幾年 部分 是最近崛起的身色 帶好前途在央視 隨時有機會被國家領導人選中 可能一燈籠門 升價十倍 為甚麼他們 不做呢 為甚麼他們放棄呢 是不是有更加好的前景呢 很多人會在想 央視 從來都是 這些比較有權有勢的人在選秀的地方 是不是 很多有錢在選擇老婆 甚至乎有些大官在選擇 二拉 三拉 四 五 六 七 八拉 但是為甚麼他們會放棄這個那麼好的機會呢 是不是有些更加好的去處 還是 他們覺得洗盡 想過平凡人的日子 也有可能 我們說起 這些人 辭職的人 有些主持過新聞聯邦 焦點訪談 朝文天下 中國之聲等很重要的央視節目 甚至乎參加過這個奧運會 國慶閱兵 兩會等重大活動的報導 這些全部都是要很高級的才能做到的 你不是普通新人進去也能做的 例如 其中一個新聞節目的主持人 這個叫歐陽下丹 我想 大家可能很多不少會有人聽過他的名字 離職之後就做直播大貨 賺了很多很多錢的 因為他的名字實在太知名了 全國大部分人都知道他是誰 做起這些東西上來 當然是得心應手 屬於出來的 穩真銀 另一句叫李詩詩 離職之後也有傳聞 他會做直播大貨 李詩詩說 他 想更加深入地研究一些問題 更加系統地學習一些知識 這個名字 其實跟名記一樣名字 當年這個 北宋末年的名記 曾經是宋徽宗一搗他的石樓群下 那麼究竟 李詩詩 跟北宋的李詩詩 有甚麼分別呢 肯定有很大分別 人家 是賣藝不賣身的名記 而且 還是有義氣 資助 水壺英雄 當然除了這樣之外 還是一個 琴其書畫樣樣精通的名記 跟央視那些沒得比 央視充其量 只可以告訴大家 他們是一朵膠製花 另外還有一個叫張雷 央視的綜藝節目主持人 在他44歲生日 宣佈離職 這些年紀 可能會覺得他老 不過呢 對於 那些叫做軍中那些老人 六七十歲 還有一些權力那些 這些就是最棒的了 他們未必適合 那些美女的 除非好像張高麗那些人魔 專搞女動運動員之外 其實 大部分人對於央視 這些主持 也是有 喜好的 另外一個叫劉芳菲 這個 一早已經上岸了 誰知道老公被中共 做掛了 他的老公叫劉希詠 在金巴利那裡有一棟酒店 大家可能有印象 他就被中共做掛了 做掛了 結果 老公被人搗亂了 他也不能說 要繼續在央視 直到今年的6月份才離職 可能是被 某些有勢力人士控制住 要繼續成為人家的禁戀 劉芳菲說 作為一個主持人 我不能充分展現自己的多面性 以及個性 此前的劉芳菲 其實當然啦 沒辦法 不出聲 她的真實 個性 可能就是想 不出聲 不出聲 你罵人家的老公還讓人家留在這裏 當然是不開心 央視的主持 女主播 離職 其實一度衝上微博的熱手 他們說 其中一個李子盟 李思思 水逆思 劉芳菲等多位央視的主持 都是今年10月份陸續辭職 得到央視領導的批准 領導可能懷念了你們 你們出去吧 放你們走 這些主持人之中 有一部分已經在央視做了十幾年 很多年前 剛才那個劉芳菲已經在央視做了十幾年 她的老公也是在央視認識的 也都是 有錢人說 看到央視就對了 看好就在選擇 他們大陸的說法就叫做 央視主持人 是億萬觀眾眼中的明星 是國家形象的代言人 是社會風向的引導者 他們用自己的聲音和形象 為我們講述世界的故事 當然啦 全部都是假故事 因為 他們是中宣部旗下的喉舌 現在 這把喉舌 發炎 喉嚨痛 人們走 為甚麼 可能有一部分 都是為了呼吸 自由的空氣 因為大家知道 央視全部都是說謊 中共上台就是靠謊言加暴力 他們的宣傳機器 可以說 甚至乎比起他們的槍炮更加厲害 因為中共 明明沒有抗日 宣傳到自己是抗日的中流底柱 明明自己是一班漢奸 就說到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代表 你說 宣傳 多有效呢 明明自己是一班漢奸賣國賊 專門做主 是對中國人不住的事 明明自己是對中國人最殘酷 他偏偏告訴你 他們是代表中國人 其中一個主持叫李子民 他說 來到自由世界美國 開始新的生活 李子民說 我不想 再做一個被動接受命運安排的人 我想要掌握自己的命運 我想做一些 有意義的事情 不只是為了賺錢 意思就是說 我不願意再做你中共的後師了 我不願意再為你 欺騙人民 因為大家知道 央視實際上就是在做中宣部的事情 中宣部就是 其實小說裏面的真理部 除了如此之外 當然連 納粹德國也有真理部 現在他們也是等於 納粹的宣傳旗子 表面上 你們就好像明星 實際上 你們就只是軍記 或者是官記 很多 央視的潛規則 基本上你要上位 一定是被領導分過了 沒有人 可以逃 沒有人可以避得過 那麼 那些高幹 誰看中你 你多不情願都要去 是不是 那麼當然 你看到 明星很多時候會上岸的嘛 很容易 明星特別容易 混到大官的 例如 小燕子 混到 許宗恒 深圳市委書記 結果許宗恒出了事 他竟然 連了 20億 就過計了給他的司機王有龍 你想想 中國這片土地 是不是充滿著奇蹟呢 另外 還有一個主持 水逆斯 他選擇了離開中國 而去到新加坡開始他的新生活 水逆斯說 我想要給女兒一個更好的成長環境 也想要給自己一個更輕鬆的生活狀態 根本有誰喜歡 迎送生涯呢 在那時候 你除了可能真的在肉體上 過著這種迎送生涯 基本上你的精神也是一樣 你就算不是出賣肉體的妓女 你也是一個精神上的妓女 因為 黨要你做甚麼你就做甚麼 是不是 要你揮之則來 呼之則去 你已經失去了你的自主性 甚至乎 靈魂 都在黨的控制裏面 基本上你是一句行屍走肉 是不是 有 一些人評論說 這班人 用不同的方式 直接的 或者間接的控訴中共 外交和新聞領域 兩個 都是 最了解真相的人 也是最早覺悟的人 八九民運 最早走入學生隊伍的就是媒體工作者 六四之後 世界各地大量外交官脫離中共 未來 估計也是會這樣 所以我們會有秦綱 外交部長就被美國拆反 是不是 所以 這些國情是中國才有的 也可以說 不一定是中國 總之是極權國家都會出現這種情況 他們 是不是屬於老忌重糧呢 你說得這樣也可以 好像跟魏康的說法有一點衝突 魏康說 我十分尊重妓女 比共產黨 可靠得多 別人也是靠自己的 技能去賺錢 而共產黨 就是吸著人民的 民資民高 吸著人民的血汗骨髓而生存的 好 這次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魏康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去支持我們 多點幫我們欣賞廣告 進來的時候 第一時間先按like 多點留言 多點活動 多點share我們節目給你的朋友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就說謝謝你 然後到黑池的酒店負責人 你別再做了 一個月的酒店負責人